大家好 我是只要好玩 什么都玩的黑童谷歌 欢迎观看我们这一期的塞尔达传说 王国之类的游戏视频解说 我们现在依然在追查塞尔达公主的下落 在特巴的建议下 我们去找她的儿子丘莉 丘莉虽然说还是一个小鸟 但是却有50成年利特族的飞行能力 而且还有驾驭风的能力 我们上一集是向其他利特族打听丘莉的下落 要沿着这里的山坡走 同时我们刚好开启了这里的鸟望台 把这里的空岛也探索了一下 同时也看到附近这里还有一个神庙 我们这一期凑不够四个神庙 并且这几个神庙其实更多的是教学性质 对我们下一期的公关有帮助 所以我们不放着 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里的教学其实主要是告诉我们 像这样的激光 它其实是一种陷阱 如果碰的话 一般旁边的这种地板就会打开 一般就不要触碰它 直接跳过去就好 往前的连续激光 也一般能够找到一个 避开的通路 像这种连续的话 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滑翔过去 前方的高台 我们直接用通天术 先来右边这里 这里的陷阱呢 虽然会打开下面的地板 但是前方的门也需要利用它打开 所以我们先过去 然后呢 放一个物件 再把这个激光挡住 后面的门就开启了 是一个防寒用的辛辣药 就是让我们避寒的 有八分钟的时间非常长 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方块挪开 继续往前走呢 会有几个连续的激光 我们只要跳跃 下蹲 就可以避开 最后一个呢 会特殊一点 需要我们用到通天术 这样的话就把这一 这一排激光都避开了 好 离开十秒之后呢 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 正前下方 就有一团勾骨 按照之前利特族 给我们的建议 让我们就找这样的勾火 就应该是可以找到丘利了 因为我们是从鸟望点上来的 所以没走这个斜坡 可以看到斜坡下面 还有非常多的怪物 如果从下面走的话 还挺危险的 不过呢 以我们现在的战斗力 对付他们还是很容易的 这个山洞里面有一个 利特族 这位叫索里莱斯的利特族呢 告诉我们这里是 他们储存食物的洞穴 而我们要找到丘利 据他说也前往洞穴深处 筹集粮食去了 似乎是和另外一个 叫激藏的利特族在一起 同时他还提醒我们要小心 这个在洞穴中 一些在墙上跳来跳去的一种生物 虽然从雪山的外围往上爬 也可以找到丘利 不过沿着洞穴走 算是游戏引导的一条路线 并且洞穴里面东西还挺多 有非常多的资源 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是 每一个洞穴里面 都会有一个摩游衣 而且这个摩游衣 可能还比较容易错过 所以到时候要注意一下 这里有非常多的荆棘 我们可以利用火焰 把它们都烧掉 然后沿途附近的这些水池里面 搜刮搜刮物资 这些我们后面就不详细展示了 路途中有石头 后面有要敲矿的情况 所以没矿锤了 做把矿锤 继续往前走 会有一个有持续上升气流的洞穴 虽然说是正确的路在这里 但是下面我们看到有一束薄冰 把它撞开以后 底下有很多物资可以减 搜刮完之后 用通天树上去 最后我们继续乘风而行 然后就回到刚才我们的位置了 我们要走的是这边 之前我们跳过来的洞穴 是这里面低一点的位置 我们继续往前走 沿途搜刮点资源 这就是之前警告我们说的 在墙上跳来跳去的这种怪物 我以为它说的会是魔游一 原来是霍拉布林 它橘黄色的这种的话 血量是最少的 用一般的毛戳几下就戳死了 我们之前升级过背包 武器又能拿好几件 再往前走又有一圈池塘 可以紧捡东西 这里虽然是一条死路 但是这里有一个火堆 并且还有打火石 要我们做什么已经暗示的很明显了 打火石放在火堆旁 然后用金属武器打一下 就会点燃火焰 而旁边的这两个桶破坏掉之后 里面会有海拉鲁球果 把它放入火中 就会产生剧烈的上升气流 用上升气流就可以打到顶部 然后就可以离开了 不过上来的时候 记得往回看一下 这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比较容易错过的魔游衣 先把这些金属点燃 然后把它射下来 回去的时候 虽然没有上升气流了 不过我们可以贴着墙爬一爬 就可以上去了 继续往前走 我们会遇到小石头人 用开矿武器可以秒杀它 不过也可以像这样把它举起来 然后再丢下 我这是按了一下鞠躬的动作 就可以直接把它丢下了 然后稍微等一会儿 它自己就会炸裂 小心它这个炸裂是有一点伤害的 继续往前走 同时沿途收集物资 前面这里就是鸡葬了 它说是和丘利有在一起 所以问问他 丘利不在这 虽然说是来筹集粮食的 但是在这里找到粮食的时候 丘利发现了一大群怪物军团飞了出去 所以他就去追了上去了 看来要找到丘利的话 我们还需要继续往前走 他说离开洞窑 向北边的夏立巴山上 有一棵巨大的山树 丘利是往那边去了 那棵大山树在前作的时候 还会关联的一个寻宝的任务 旁边有鱼 继续往前走 看到头顶落下的雪花 就知道出口已经不远了 出来以后这里有冷气过 这块区域我们会捡到不少冷气过 冷气过虽然作为余料 装在箭头上的威力不及 这个秋秋凝胶 但是它还是有很强的冰冻效果的 冰冻效果方面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只需要冰冻住敌人的话 可以优先考虑用冷气过 先冻住雪量多的 然后以它为导体 触发大范围电击 旁边的雪量较少的先都电死 OK 好 搜刮一下 我们继续前进 这里我们开出了一把新武器 叫飞燕弓 虽然说它的攻击力不高 但是它在我们这个章节通关以后 可以作为一个制作强力武器的素材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它带上 但是不要把它扔掉 又是卡邦达 它这个牌子很有意思 这个要这样 找个重物 用这个雪球 但是这个雪球其实不够重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雪山山坡上 然后呢 让它滚下来 滚到一定程度呢 它会越变越大 不过呢 可能会不好抓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停住 其实应该再滚大一点的 这个大小可能还不够 应该再滚大一点 我们看看试一下行不行 好像还可以 这下大逆不到了 没事 重新放一次 包完卡邦达之后呢 虽然说是这个丘利任务的标记点 就在我们旁边 但实际上有这个机藏 刚才跟我们说的话 要往这里的山顶上 找一棵大松树 大山树 所以我们要继续往高处爬 往上爬以后发现 哇 好多人 要雪月了 现在是十点钟 那我如果这一波人干掉的话 立刻他们就会刷新 还是老办法 可以换一个 然后换上可以冰冻的盾牌 然后拿上威力较高的单手武器 敲一下 盾击一下 敲一下盾击一下 这点血量应该普通攻击一下就可以了 好嘞 紧捡东西,之后我们等血月恢复,等它们刷新。 诶,你们又活了吗?人呢?人呢? 哦,听到了,在这儿呢。 好,搜刮一番之后呢,我们继续往上走。 在这里看到有一些建筑,像是这种坠落的遗迹一样的。 我们借助这些遗迹可以使用通天术,一步一步的向上窜。 哦,这里有个大冰块,放个烹火龙头。 请问客官你要几分手? 我们继续往上爬,这里的山会比较陡峭。 用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只要有一点点斜坡这种的斜面的话, 我们是可以放弃攀爬,然后直接贴在墙边跑,也是可以恢复体力的。 终于到了这个大山树,丘莉果然就在这里。 对吧,这样的浅进。 在这里面要这里面看不明,看不明。 不明,现在吃了你的蜜头。 就好了,我们能够关键带阅。 不明,他们把你做出就好了。 也行,太大了。 这么简单就好了。 哦,我们都要打出了一股穿。 太小了。 我其实没关系,太小了。 我红了,太小了。 这里我们有了丘莉的帮助 可以有她的预风之力 帮我们向着侧方滑行 然后加一个吹气 就可以滑行很远的距离 非常有助于我们的滑行 这是与旷野之息不同的 一个新的系统机制 虽然说是对于这个机制 大家褒贬不一 但是这种变化 我是非常支持的 话说她丢的这个弓 好像就是这个飞燕弓 不过我们好像 把这把弓丢给她 她没什么反应 所以可能还是 按着剧情来吧 在这个滑行的时候 可以快捷的使用 这个丘莉的能力 如果说是平时在地面的话 就得要先跟这个丘莉本人互动 然后才能选择释放 我们只要找一个 稍微高点的位置 然后使用零刻时间 然后射箭把它射下来就可以 丘莉除了预风的能力以外 在战斗的时候 也会给我们帮助 并且她会有可能会 对敌人进行攻击的时候 有很高的概率爆头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原本的战术 先动住一个 然后使用雷魔杖 很好用 她空箭了 好 搞定 好 搞定 好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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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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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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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丘莉只要我们还处于海布拉山脉这里行动的话丘莉都会跟着我们啊如果你有别的事去其他区域的话他会暂时离开接下来我们只要这个顺着眼前所见的这些一记废墟然后呢利用好我们的丘莉的能力和我们的通天树啊一步一步的爬上去 哎 这怎么有个箱子 虽然说是有丘莉的能力会方便很多 但是其实这段路上没有丘莉的能力而且我们的精力没有升级的话啊也是可以抵达的 只不过没有那么方便但是一样是可以顺利抵达的 继续沿着这个山头往前走的话啊 这里有一个山谷特别有意思啊 这底下会有一些魔像兵和这个波克布林啊 他们两个像是对峙一样的不过因为中间的木板挡住的关系他们相互看不到 所以我们如果说是把这里的木板破坏掉的话 可以看一场电子斗区去啊 来猜猜谁赢 猜猜最后谁赢了 哈哈 最后是魔像兵营了 附近搜刮一番之后呢发现这里还有个热气球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啊 不过我们先放在一边旁边这里看起来有冷气果上去以后呢发现有个雅哈哈 所以附近的热气球应该就是干这个的 我们给它粘到这个已经有可燃物的热气球上 然后把它放到建筑的下方 点燃 然后我们自己用通天树先上去 然后等着气球过来 搞定 我们继续赶路 还是沿着这些有废墟的地方啊 一步一步往高处走啊 把它们当做像这个踏板台阶一样 诶 这里有一个魔像兵 这个丘莉怎么说呢 因为虽然是新机制啊 但是呢会有很多 意外情况啊 比如说就像接下来 这个悬崖打败了这个魔像兵之后呢 它很容易就飞出去啊 像这样 丘莉就直接把它射出去了 所以我们就 下去不好下去啊 下去以后不好再上来了 所以就 东西就不好去捡了 只能继续往前走了 不过现在还在剧情当中啊 往后 如果你觉得这个丘莉 在作为队友的时候 可能有些情况 会比较碍事的话 是可以收起来的啊 这个呢就等到以后再说啊 我们继续往上爬 这里再往上走的话 又会有两个这个飞行怪物 并且脚上还抓着这个雪球啊 如果进入了他们的话 雪球丢下来会越滚越大啊 可能会砸到我们 安全起见可以先在这个山坡上 利用后跳 然后零刻时间把他们先排除 好我们继续往这里的山顶跑的话 哎 这里又有一个利特族啊 利特族的哈库 他也有意象 一直想去这个风暴中去探查 但是因为没有许可 不过呢丘莉来到这里 正式说明哎 已经获得了调查许可了 从这里开始的话 我们就要前往这里的风暴中心了 这里呢会有多条路可行啊 怎么样走呢 这个从哪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啊 但是就多注意往上看啊 就可以找到通路 远处那里还有一个神庙 风暴就在我们头顶上方了 话说这次的异变就跟传说中不太一样 传说中说是异变是空气不再流动 没有了风 而现在的异变呢就像是风实在是过强了 他说他之前在这里发现了塞尔达公主 诶 浮在空中的船 就像是传说中的一样 有一点 有点 有点 好家伙上面还有个更大的 哇 啊 啊 所以目标决定了 不管是调查异变也好 还是调查塞尔达公主也好 我们都要前往 风暴中的这艘大船 先来这里 这里看到 这个浮空的船 上面看起来像是一个平台 我们跳上去看看 原来他可以把我们弹得老高 我们先来这里的神庙 这个神庙也是一种教学 主要是让我们熟悉 刚才我们像是弹簧床一样的船顶 魔像兵素材 进到这个船往上踩走 没错 跳得这么高 这里前面角落那边有一个宝箱 我们趁着这艘船靠近左前方角落的时候 然后再踩上去 这样的话他把我们腾空起来 正好就可以到这里的宝箱 回头滑行向远方的船顶 弹起来之后 利用射箱 可以把这里的闸门打开 然后我们再次划行到旁边的这颗船顶上 OK过关了 这个就是个教学 主要让我们熟悉这种弹簧船的 我们先把旁边的这个薄冰砸碎 底下有个箱子 我们继续往前走 大概是往西北的方向 借助丘利的御分之树 我们可以不用用 落到下方 就直接可以到前方的平台 当然到下方也是可以绕过去的 继续往前走 可以看到 虽然说有一艘船 但是在它的下面 有一个哑哈哈的挑战点 我们可以先去那边下面 要完成这个挑战的话 就需要用到这个丘利的御分之树 还是很好完成的 时间一半就可以达到 不过要返回刚才的位置 可能就要绕一下 这边会再次回到我们刚才的神庙的旁边 好我们回到之前的这个笨船 笨船 达到高处以后 我们继续向前滑行 而且还会有一些魔像兵 我们沿途把它们干掉 紧紧材料 还是有些地方需要我们搭个垫脚石 然后利用通天术往更高处爬 嗯 便携锅 还是怕我们物资不够是吧 这里的话有一个柱子 它会有一个口打掉上面的冰锥 然后进来之后这些冰锥也可以相在我们的武器上让它带有冰冻效果 之后我们利用通天术啊 前往这个柱子的顶端 看到前面有一个像门一样的地方啊 应该就是正确的方向了 诶 这里有一个魔像队长啊 这个不太好对付 我们做一下准备 直接后空翻 然后利用这个爆头的机制打断它的动作 因为它会把旁边的这个喷果龙头装在它的武器上 就会比较难缠了啊 所以先射头 记得这个魔像队长要射它的上面的两个眼睛 下面的话又有这个 笨船 把这里的冰给它打掉 这个地方呢 看起来会有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笨船 我们先过来把这里的石头打碎 然后通过这个下面的笨船 过来滑翔到这边有这个碎冰的位置 把这里的碎冰撞开下面还有一个笨船 踩到笨船的时候呢 这个体力会直接回满啊 所以说直接体力耗完了再落到笨船上的话是安全的 这些会飞的这个卡库达这个怪物啊 他们如果说在空中像这样被击杀的话 掉落的材料是会像刚才这样直接回到就被我们回收的啊 自动拾取 要高一点 我们把这里 冰给它射开 然后恢复一下体力 看它这个掉落的东西会直接回到我们手上啊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我们去捡了 好 把这里搜刮一番啊 又是木剑 离开可以用通天术 接下来会是一段连续的花形 看来是往那边 天上这两个干点 他们的材料 翅膀和眼睛也是很有用的 眼睛可以当追踪剑 然后翅膀可以装上以后是作为超远距离射程剑 这个位置呢就表示我们快到终点了啊 这是一个补给点啊 你看有这个锅碗瓢盆的啊 有这个蘑菇 然后还有鱼 就是让我们做料理用的材料啊 就怕我们补给不够 检查一下自己这个回血的这些料理够不够不够的话 可以在这里补充一下 不过我们的是够的啊 所以我们就继续出发 他还拿着盾 不过我们的这个长矛耐久也快不够了 拿个锤子 好像还有个卡库达 这个不好吹 如果不用离刻时间的话 像他这样冲过来的时候是一个射箭的好时机 搜刮一下继续往前走 这里的话会有一个类似陷阱一样的东西啊 不过呢是用这个扭转乾坤可以回上来 不过呢就算是掉下去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用扭转乾坤再上去 扭转乾坤这是好东西 嘿嘿嘿 我们的这个黄玉枪耐久用完了啊 不过后面暂时也用不上了啊 我们等到拿到耐久更好的枪的时候 再做一把 我们快到终点了啊 会遇到不少敌人 附近也有一些平台可以探索看看有什么东西 不过我们现在还是以主要目标为主 用这个冰冻长枪来把他们都冻住 这里可以看到他们拿到了一种新的 这应该叫什么佐纳乌零件啊 就是这个 延迟炸弹 他在触发之后呢会过一段时间才会爆炸 不过呢他的威力非常非常的大 看这里还有一个 丘利的预分之术的另外一个用法啊 敌人被冻住的时候呢 让他这个预分之术可以直接将敌人吹飞 这个延迟炸弹呢虽然是延迟爆炸 但是呢他的这个爆炸时间是不足以我们把它 拿起来再丢出去的 所以说一旦要是他触发的话就赶紧离远啊 爆炸范围还是很大的 这里有一个又被石头封住的地方 看下面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啊 佐纳乌大电池啊 再往前走呢会有一些热气球零件还有这个喷火龙头啊 我们可以做一个临时的热气球平台 喷火龙头上再粘一个木柴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即使没电了也可以继续往上升 不至于坠落啊 不过呢这个其实上升一点高度就啊 到这里就可以了啊 不需要上升特别高 所以其实放这个木柴没有什么用 这里呢也有一个笨船 不过我们倒不用从上面的平台上去 我们从下面然后用通天树上去啊 也是一样的 一样可以把我们弹好高 这里又是几个连续的笨船 我们到了 这里的环境变得非常非常的寒冷啊 丘利提醒我们要做好防寒的准备啊 只要我们其实有两级的防寒就足够了 我们之前已经准备好了 裤子和衣服都是防寒的 然后呢前面这里有一个神庙啊 算是一个休息站 这个神庙呢没有解谜 直接就是一个老鲁的祝福啊 进入神庙的时候呢 游戏会进行一次自动保存 我们拿上奖励啊 就可以走了 这算是一个中转点 再下一个的话 我们差不多就要进入到前面看到的那艘大船上了 那么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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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